出去 以后不要再踏进我办公室一步 我真的没有拿 这个叶谦语 副经理 大卫 把叶谦语给我叫过来 好 俊昊 怎么了 是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啊 赵助理 这个文件是你的吗 好像是白天掉进清洁车里的 我怕什么重要文件丢了就不好了 对 对 对 是我的 不过没什么用 正准备放进那个碎纸机里呢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叶谦语 总经理找你 找我 总经理 总经理 范总监 是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什么东西啊 总经理桌子上的文件 不但不但被人翻的叶码错乱 还少了关键的一页 还少了关键的一页 我刚刚是整理了一下 少的那一页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拿 我什么都没拿 那为什么你打扫完卫生之后就不见了 我 我刚刚启动吸尘器的时候 正好是吹风模式 文件就被吹到了地上 我只是捡起来放好而已 会不会是吹到哪个角落去了 叶谦语 那张文件是公司的核心机密 你再仔细想想 是不是被你当垃圾扔了 我真的没有拿 我平时搭扫卫生的时候 看到任何文件都不会扔 除非清理碎纸机 不然保监也没有权利 动任何文件啊 出去 以后不要再踏进我办公室一步 我真的没有拿 我没有拿你的文 大伟 你让徐总监把报告 再发给我一份 好的 总经理 总经理的办公桌从来不让任何人抛 没有人告诉你吗 阿太姐交代过我的 但我真的只是把文件捡起来而已 那可是公司的商业机密 要是传出去 就完了 那我再找找吧 千玉 你在这儿干吗 我在楼下等你半天 打你电话也没人接 你怎么会穿着保洁的衣服啊 因为 因为我现在就是保洁 保洁 我是让你去后勤部学习的 不是让你去打扫卫生啊 没关系啊 我觉得从基层做起挺好的 而且我现在资历太浅 学习的东西太多 那你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担心 在三位我不能一直活在你的庇护下 那好吧 那我们回家吧 我们不能回家 为什么 我闯祸了 闯祸 你闯什么祸了 我在打扫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 不小心弄丢了一张机密文件 啊 你别着急 我帮你一起找 啊